这里是位于处于英吉利海峡地势最狭窄的加莱市 是法国距离英格兰最靠近的地方 而在难民眼中这一条便是潜入英格兰的黄金路 在附近营地居住的难民为了让行驶的车辆放慢速度 经常在路上放置许多树枝拦截 在趁机钻进卡车帆布内 有的甚至来硬的直接挡在路中间 用生命换取进入英国的机会 公路不安全 生命一再受到威胁 居民再也忍无可忍 在星期一召集来火车司机 码头工人 农民等组成的示威队伍 驾着大卡车刻意在街道上缓慢行驶 形成长长的卡车龙 抗议政府久久没有实行拆除难民营的行动 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人对高通的行动 和善良的淋漏派 我们没击死 因为我们是不远的 而是不远的 而是在爽装上的 我们做成一电飞机 他们把炫码弄我们 把他砍我们 他们把我们押,拿起一面 把这些给我们 其实是要弄走 但是从而更 radical 因为一年、一年半 我们只有在睡觉 因此我们把政府补走 他完全无法 我们玩下了架 之后我们临着 让我们问 我们将你带我们的户 当我们说 什么时候 他们没谢 所以再次 就是什么 今天有一个真正的行业 目前加莱难民营收留至少7000名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由于聚集人数暴增,群殴河冲突事故时有所闻,甚至酿成人命伤亡。 接下来法国政府关闭难民营后,该如何妥善安顿这批难民,同时保障居民的安全将会是一大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